花蓮县政府疫情记者会公布中央防疫中心的相关指引 10月1号实名制家用快筛可以购买6份30剂 10月3号开始有5类人可以接种莫德纳次世代疫苗 公费流感疫苗也将从10月1号起开始接种 花蓮县疫情记者会说明了10月份中央防疫中心的新指引 以及目前花蓮县疫情在校园感染有明显减少的情况 而以花蓮县的人口比较确诊人数比为32.3% 而7日平均数也有明显减少的趋势 以台大研究团队分析来看 以花冬的确诊数朝向趋缓而稳定下降 封冰箱瑞穗复理箱的确诊数也低于两成以下 10月1号实名制的家用快筛记可买6份30剂 而10月3号开始增加5类的人员 可以接种莫德纳次世代疫苗 流感公费疫苗也在3月1号开始接种 那这一次呢 每个生争字号能够买到6份 1份5剂 所以都是30剂 可以分次购买 那次数部区也可以代购 那记得每一剂是100元 每年在冬天的时候 就是流感病毒它的流行的季节 而流感病毒感染之后 它所造成的重症和死亡率 其实也是偏高的 那也会让你发高烧非常不舒服 因而它的症状 其实跟我们新冬病毒感染是非常的类似的 是不需要生病 所以希望你能够在流感病毒在4月之前 就能够来接种流感疫苗 记者凌接花令市采访报道 好 好 好